很多人都在一起 生命只可以活一次 但生活方式可以有很多種 在它為自己的人生找到第二條出路的同時 亦為的士廢廟帶來了第二次生命 快樂 它用的士做靈感來設計 做出一系列有關的士的產品 有錶有袋有燈 它的設計甚至能為一些遠走他方的人 一書懷念香港的情懷 我本來18歲時打算讀藝術 但終於讀不到 我永遠都會有少少後悔 他做事我覺得就是很小心 他做每一件事 他想回別人在別人的角度 或者別人對方是怎樣做 他會想過再做 每一件事的歷史都會考慮 Billy經常親力親為 自己落手落腳去找些的士廢料 甚至跟的士廢料店的老闆 建立了一份感情 他覺得有用 他來問我可不可以給他 我們都不要了, 那就好 他說環保, 叫我留給他 我是煮東西給他們吃 因為外面吃的飯盒不太好吃 工作這麼辛苦 當然是吃喜歡吃的食物 這樣吧 設計和法律相似的地方 就是那些細節 在法律中一定要看那些細節 看那些合約, 看那些文件 一定要很細心地設計 都是這樣 在這個月 Billy參加了在荷里活道前已婚警察宿舍舉辦的展覽 整個展覽的主題 主要是集合香港一些循環再造 提倡環保的設計作品 Billy就以的士燈做主打 這晚Billy放工後 就馬上趕到展覽現場準備一齊 他很重視展覽 燈罩要特意去景德鎮製造 自己就第一次學習組裝一盞燈 Billy在大學教完設計 已經9點半 但因為早前 燈罩在運輸來香港的途中撞車 沒辦法直接運來香港 搞到Billy要一個人回深圳拿燈罩 那時很開心終於拿到那些東西 但也很擔心 因為他在景德鎮撞車 很擔心裏面的東西是麻煩了 擔心過關的時候交稅 我擔心到底能不能拿到那些東西 辛苦了那麼久 拍檔Joseph終於在展覽那一天 由北京飛回來香港 幫Billy打點展覽的現場 這個項目是Billy想起的 所以很多Logistics都是他負責的 那我就負責 你可以說OVERSEE這個項目 確實全部的東西都OK 跟別人溝通 確實大家都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到了晚上 展覽終於到開始 很高興看到別人很喜歡那些燈 雖然有很多人覺得很有趣才過來 但也有很多人覺得這個概念 有意思的 真的很喜歡這個概念 雖然完成了一個展覽 但Billy對展覽的設計還未滿意 為了力求完美 這一晚他要試製一盞掛得起的的士燈 是用真的的士的頂殼做的模糊 但因為那些做了之後會縮 所以這些跟那些頂殼比較 這些就小很多 設計和藝術就是我的first love 我其實不覺得辛苦 因為我在做這些事 令我很安樂